残忍的面门惨案 一夜之间母女三人惨死家中 父亲发誓追凶25年 发现凶手居然是受人尊敬的战斗英雄 今天我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离奇的案件 1985年5月7日晚间 在美国阿拉巴马空军基地 接受训练的上尉艾瑞 给几百公里外的家里打电话 但是一向守在电话前 按约定时间 等着跟老公聊天的凯莉却没有接电话 觉得不太放心的艾瑞 在接下来的两天中 又在不同的时间段 往家里打了几次电话 但是依然没有人在家 三天后 邻居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家门口的报纸堆了好几天 经常带着三个女儿出门散步的凯莉 已经好几天不见人影 于是邻居家太太过去敲门 没有人答应 她只是隐隐约约的听见门里 传来非常微弱的声音 就像一只小猫仔在喵喵叫 邻居回到家立即报了警 十多分钟以后两个警察到来 打开了房子的正门 没想到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 五六岁女孩的尸体 躺在地上的血雾里 早已没了生命迹象 他们随后在主卧里发现了一具 成年女性的尸体 她下本身赤裸 喉咙被割开 尸体已经开始发臭 另外一间屋子里的小床上 他们看到了令人心碎的一幕 一个三岁的小女孩被杀死在床上 她在临死前还紧紧地抓着自己的小毛毯 拼命地想要把自己藏在毯子下面 在这个血腥的现场中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 警察发现婴儿床上的小女儿还活着 这个一岁多的女孩哭得有气无力 就像马上要断气的小猫 她的嘴唇发黑 皮肤冰凉 已经严重脱水 几分钟后 救援人员赶到 把这个大难不死的孩子送到了医院 如果再晚半天送来 这个孩子估计已经活活渴死了 这时远在阿拉巴马的艾瑞也得到了消息 为了防止她情绪崩溃 空军基地专门派了两个军官护送她 回北卡罗莱纳的家中 这个参加过多次战斗的空军上尉 抱着自己幸存的小女儿死不撒手 从今以后 她的家庭就剩他们两个了 而其他的人 结婚十年的妻子凯丽 两个可爱的女儿 都在一夜之间被人杀死在家中 而从警方推断的作案时间来看 她在约定的时间打电话的时候 这一惨案就已经发生了 现场发现了大量血迹 但是全部属于三名死者 成年死者凯丽的身上和下体都发现了金斑 加上她身上的多处抵抗伤 基本可以肯定凯丽是被先奸后杀 但是在1985年的DNA技术非常不成熟 现场也没有提取到凶手的脚印 外人的指纹倒是有一些 但是无法确定是不是凶手的 房子门锁完好 门窗都不曾被破坏过 而且最重要的是 警察自始至终都没有找到凶器 根据以上信息 警方唯一能够确认的 就是这个凶手跟这家人认识 不是完全的陌生人 在调查艰难进行到第三个星期的时候 终于出现了一个突破性的线索 有一个在大街上兜售大麻的年轻人 在案发当晚十点左右 看到一个男人从凯丽家中走出来 这个人戴了一顶黑色的帽子 非常高大 至少在两米以上 正是这样的身高引起了这个毒贩的注意 所以他下意识多看了两眼 根据他的证词 警方的画像专家还原了凶手的长相 并且把这张头像刊登在了报纸上 希望能够由民众提供线索 另外一组调查人员 在仔细阅读了死者凯丽和丈夫 近一年的通信之后 发现了有用的线索 在案发前一周左右 因为小女儿患有哮喘 凯丽不得不忍痛将家中的狗狗出嚷 领养 有一个叫做提姆的人表示 非常有兴趣 这个人同样是空军的一名军官 他过来看过好几次狗 最后决定领养 在这封信中 凯丽对这个人的描述是 他的身材异常高大 但是看得出是一个好人 负责调查的警员第一眼看到提姆的时候就觉得 这个人跟之前那个毒贩提供的凶手画像 长得太像了 毒贩随后也证实了 提姆就是那个从案发现场走出的人 另一个证人是一个银行的工作人员 根据警方的线索 凶手在案发之后一天在一个ATM机上 用死者的银行卡取走了300块钱 这个工作人员同样对这个身材高大 一天中先后来过好几次取钱的男人印象深刻 他还记得这个男人开了一辆白色的雪佛兰 这个银行员工同样在头像辨认中 花了不到一分钟 就指出了那个人是提姆 而提姆也的确开了一辆白色的雪佛兰 在取了提姆的指纹以后 见证人员发现 他的指纹和凶手房子中发现的四枚指纹 百分之百七合 每一条线索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他 于是在案发一个多月以后 警方正式逮捕了提姆 对他提出了三项一级谋杀 一项强奸的指控 尽管线索最后都指向了提姆 但是警方内部对此也有争议 主要是出在动机上 这个27岁的空军中士家境异常清白 没有犯罪记录 他已经结婚了 有一个两岁大的女儿 妻子表示他是个好丈夫 好父亲 这样一个人 为什么会残忍地奸杀一个家庭妇女 同死两个幼童 把一个一岁半大的孩子丢在屋里 差点活活渴死呢 控方表示 你想不明白也不代表不可能啊 你看啊 他前女友出庭作证的时候说 案发当晚提姆的老婆孩子回娘家度假了 于是这次跑来找前女友想要来一跑 当时他已经喝高了 被拒绝以后暴跳如雷 在门口摔了好几个酒瓶子 这种情况下 酒后乱性惊虫上榜 他突然想起之前领养狗狗的时候 认识的那个家庭主妇 老公不在独守空房 是不是很好下手 于是提姆跑到了凯丽家中 骗他开门 并且企图强奸 但是遭到了被害人的强烈反抗 人高马大的凶手 在这个过程中用力过猛 失手杀人 为了不让自己的罪行暴露 他又灭口了两个无辜的孩子 为什么没杀那个最小的 也许这个小姑娘 跟他自己的女儿差不多大 虎毒不食子 也可能因为他觉得 一岁多的小孩还不懂发生了什么 总之他最后放了这个孩子一马 这个说法遭到了提姆的否认 他承认自己的确到过案发现场 但是那是好几个星期前的事情 为的就是领养那条狗 这也是为什么警方找到了他的指纹 案发当晚他被自己前女友拒绝了以后 就回到了自己家中 他没有强奸 更没有杀人 而控方的证据 其实也就到此为止了 因为第一没有凶器 第二 凶案的直接目击证人 只有一岁半 根本无法辨认凶手 那些证人证词 全部都是间接证据 但是这起案件实在是太惨了 审理前后 耗时三个星期 在经过了十个小时的闭门讨论之后 陪审团残递 被告提姆罪名成立 两周后 北卡罗莱纳法庭宣判他死刑 在判决下达之后 辩方当时就提出上诉 他们认为此案没有直接证据 你们控方用现场血腥的照片 尤其是两个孩子惨死的照片 击中了陪审团的心理弱点 让他们忽略了物证 而被自己的感情所左右 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而更让此案变得扑朔迷离的是 在提姆收监载压 等待上诉结果的时候 他在监狱里收到了一封古怪的来信 这封信的字体歪歪扭扭 明显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笔记 而用左手所写 里面的内容非常的震撼 我干了那个案子 我杀了人 对不起让你代替我坐牢了 在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已经安全地生活在北卡某处了 谢谢 落款为X先生 一封奇怪的信 把这个案子再次推到了风口浪尖 难道说凶手真的另有其人 警方追踪到这封信 是从离监狱不到20公里的某处油桶寄出 但是他们却无法确认即行人 信上也没有发现可疑指纹 在这个突然出现的奇怪证据的压力下 1988年上诉巡回法院要求 此案发回重审 1989年凯利三世命案二度开庭 在这次庭审中 辩方除了那封奇怪的一次凶手的信以外 他们还找到了另外一个证人 在这个小区送报纸的一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在案发之后的第二天早上 看到一个男人从房子里面走了出来 注意了这个人的身高不到1米7 跟被告的身材相差悬殊 而且这个男人留着一头卷发 同样与被告的相貌不符 如果这个送报纸男孩所说是真的 那么这个在案发现场出入的男人 同样也有很大的嫌疑 被告题目不再是本案唯一的嫌疑人 辩方提出的另外一个证据 是在案发现场发现的几根毛发 根据见证人员的检验 这几个毛发不属于三名死者 但是同样也不属于被告 被告题目本人第一次走上了证人席作证 他发誓自己绝对没有奸杀凯利 更没有残害儿童 他受到动情处不禁眼泪汪汪 他过来旁听的老婆孩子也哭成了一团 在辩方的出色表现下 控方显得黯然失色 他们并没有拿出新的证据 新的证人所有的信息和第一次开庭的时候一模一样 最后的结果并不令人吃惊 陪审团仅用了八个小时 便裁定被告无罪 他们给出的理由是 控方没有直接证据 辩方提出了让人信服的合理怀疑 所以只能一罪从无 在被关押了近四年时间以后 被告题目被当庭无罪释放 题目继续回到美国空军服役 他参加了之后的海湾战争 由于作战英勇 他还受到了夹甲 成了一个战斗英雄 风光无限 并且军衔一路上升 最后在2004年 已尚未军衔退役 而受害人一家 也继续着他们的生活 丈夫艾瑞在案发后第五年退役 她在退役前认识了一个英国护士 在交往三年以后 两人结婚 这个后妈没有生育自己的孩子 她对小妹妹势如己出 一家人幸福地生活着 但是艾瑞却一直不能忘怀 妻子和两个女儿的惨死 她在之后的二十多年中 每到妻儿的忌日 都会打电话向警察局询问 尽可能不让这个案子 成为永久的冷案 这样的日子 一直过到了2006年 距离当年凶案发生 已有21年 在她的强烈要求下 警方重新打开了当年的物证 他们取出了里面那个 当年无法进行鉴别的物证 死者凯莉的阴道图片 在当年的DNA技术下 这个样本由于实在太小 无法进行有效的检测 但在现代技术下却是绰绰有余 而这个样本 很快就找到了一个百分之百符合的人 对了 就是当年那个第一嫌疑人 后来被无罪释放的T 等待了21年以后 这个三十命案终于出现了直接证据 欣喜之余 他们很快发现自己面前是一堵厚厚的墙 在1989年的时候 因为题目已经被裁定为无罪 根据美国的法律 同一个人不能够因为同一个罪行 进行双重审判 即使你找到了新的证据 也不能够让他重新被起诉 哪怕他真的是凶手 也只能眼睁睁地看他逍遥法外 但是控方却发现了绕过这堵墙的方法 在案发的1985年 嫌疑人提姆是个军人 他在最高法庭被判无罪 的确不能够被双重审判 但是不代表他不能够上军事法庭 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因为此案上过军事法庭 双重审判一说自然就不成立了 在控方的强烈要求下 美国空军军事法庭在2006年做出了一个决定 重招已经退役的提姆入伍 就是为了让他能够被军事法庭所审判 2010年案发25年以后 提姆第三次走上了被告席 这次开庭的物证 当然是死者阴道内提取的DNA样本 提姆的辩护律师表示 这个样本取样的时间是在20多年前 也许早都已经受到了污染 不能够作为本案的直接证据 但是控方的专家证人则表示 这个样本就是从死者的体内取出的 还要怎么个污染法 我要不要告诉你们 死者衣服上的金斑同样与你被告的DNA相符 难道这些也都是被污染出来的 在这个证据的打压下 提姆给出了另外一份证词 对 我当年是在法庭上撒谎了 我的确在案发当晚到过那个房子 而且我跟死者凯莉作爱了 但不是强奸 她是自愿的 她老公在外地受训 她在家里寂寞 我去她家里娶狗的时候就搭上了线 所以那天她邀请我去偷情 但是我完事以后就离开了 并没有杀人 控方认为这个说法非常不可惜 在凶案发生的时候 三个孩子都醒着 什么样的一个女人 能够饥渴到在三个孩子的眼皮底下 跟人偷情呢 而且五岁的大女儿已经懂事了 也能传话了 而且这个偷情的说法 虽然可以解释DNA的事 但是这步棋是一把双刃剑 要知道军事法庭的陪审团 全部是由现役军人组成的 这些人经常都会外派 甚至出国作战 他们最忌讳的是什么 你懂的 所以他的这套说法简直是自寻死路 这次军事法庭的审判仅仅进行了三天 最后陪审团裁定 被告提姆有罪 他在1987年被判死刑以后 又在2010年第二次被判死刑 在2014年上诉失败以后 提姆的死刑判决被确认 不会再有改动的可能性 之后几年间 提姆不断上诉 希望法院看在自己是战斗英雄的份上网开一面 最近还希望利用川普卸任 大赦天下的机会 求总统放自己一条生路 结果当然都被拒绝了 法律不会允许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人逃脱制裁 提姆的最终死刑被定在了2021年的2月28日 但在本期节目录制期间 我们并未找到死刑执行的实锤报道 大家如果有最新消息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此时进展 感谢收看MR档案 请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下期再见